台湾地方议会特赦阿扁总统大联盟24日将于民进党全败会提案特赦扁 高雄市长陈菊表示他也有参加本次联署 大多数党代表也已签署 相信主席蔡英文已经听到了 但他呼吁大家应尊重宪政体制与总统职权 蔡英文作为全民总统 大家应该要给他充分的决策空间 也相信他有智慧去做事恰处理 台湾地方议会特赦阿扁总统大联盟今天表示 将于24日民进党全败会提案特赦前总统陈水扁 全案有效联署人数共505人 占本届全败会出席党代表近8成5 创下民进党记录 历经两个月联署上周已向中央党部完成提案程序 陈菊对此表示他曾多次公开主张特赦前总统陈水扁 也有参加本次联署 此次提案大多数党代表都已经签署 相信党力已经得到充分的表达 小英主席也已经听到了联署历经两个月 据了解陈菊是到今天中午左右才联署 陈菊也呼吁此事因尊重宪政体制与总统职权 蔡英文作为全民总统 大家应该要给他充分决策空间 也相信他有智慧去做适当的处理 台湾地方议会特赦阿扁总统大联盟24日将于民进党全败会提案特赦扁 高雄市长陈菊表示相信主席蔡英文已经听到了 也相信他有智慧去做适当的处理 图本报资料照片分享